也做过相应的社会调查 凡是支持延迟退休年龄的都些什么人呢 往往是白灵 机关公务员 事业单位人员 纪录性人才 为啥呢 他是脑力劳动者 到了60岁这时候呢 体力还够用的 他这工作又不需要多少体力 而且他在职的时候 比退休的时候能多拿一些奖金的福利 他还能干东 那我合不多干两天 我多拿点钱的 挺好 我也能干得动 但这里头也有不同的诉求 所以这些脑力劳动者 属于白领层面的 他愿意延迟退休年龄 多干两天 拿点奖金呢 或福利什么的 你就拿点退休金 所以他愿意延迟退休年龄 那什么人反对呢 最激烈反对的是体力劳动者 体力劳动者呢 往往他的工作环境啊 负荷比较重 也没有人脑力劳动者 那工作环境好 好不容易 我熬着熬着熬着熬到退休了 我不干活了 我就拿退休金了 这怎么着延迟退休年龄 我还得干活 而且这些人他不一样 他的退休金呢 和工资啊 有时候差秒太多 甚至出现呢 他拿的退休金可能比工资还多的情况 上班这么多钱 哎 等到拿退休金按照国家给的可能比这还多呢 那么他当然就不愿意延迟退休 你说我延迟退休 我这两年怎么办 我还得交退休金 我这边我拿不着 他不干 还有一部分就学上反对 一个萝卜一个坑 你不退 你接着干活 这只为道不出来 我们就越走 所以大致同意和反对就这样 所以就说我们呢 大家切记一点 这个社会出现争端的时候 别盲目的你就站在一方 你怎么这么着 任何人都有他利益出发点 你也不能轻易说一个人这个利益取向就不对 你得仔细琢磨琢磨 怎么样平衡好各方面利益 如果制定出一个像延迟退休年龄这样 对社会具有广泛影响意义的政策 你应该得考虑 他保护了哪些人利益 损害了哪些人利益 损害这部分利益 我们怎么去补偿 你只有能保证这部分人的利益不受损害 前提下 你这个政策才具备公平正义性 你听我说说你就知道 我说的什么意思 就是养老金算轨制 什么叫算轨制 养老金的这种缴纳方面 的确存在着一种双轨制 因此在我们进行调查 说你愿意这个推迟退休年龄吗 发现说愿意的往往是做办公室的人比较多 因为他汗落饱收 而且可以享受更高的待遇 但是说不愿意的 可能做体力劳动的 或者说是在这个私营企业里就比较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有双轨制 你看我国有两套并行的养老金体系 一套是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的退休制度 个人无需缴纳社保 由财政统一支付养老金 另一套就涉合企业单位的缴费制统筹制度 单位跟职工本人按照一定的工资比例来缴纳 这样的比例呢在不断的提高 很简单 你在小区里经常看着 两老头老太太在一块聊天 你一个月退了能开多少钱呢 我挣多少钱我挣多少钱 一笔发现 那机关干部退的 比企业的干部退的挣的多多了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养老金双轨制 双轨制的存在应该是一个不公正的制度安排 我们希望加快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步伐 这是什么造成的呢 公务员和一部分事业单位的人员 他们是不交养老保险 是国家全额给的 然后退了休以后呢 能拿到工资的80%到90%当养老金 而企业呢和一些社会人员呢 我得自个儿从自个儿药包里掏钱交养老金 然后倒退了呢 我拿到的呢 仅仅是在位工资的50%不到 这个它有历史一流的原因 就是我们在这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开始搞这个社会养老体系 然后重新建立的时候呢 这个公务员和这个事业单位人员肯定国家给拨款了 说那工厂工人怎么办呢 那时候没有私企都是国企 说那这样吧 工厂呢用这个企业的利润来交养老金 那会为什么没人有意见呢 因为这个工厂都是国企 你这国企利润本来就该上交国家了 所以你用这利润呢不用上交国家了 给工人发养老金 就等于国家财政也给你付了 就都是工业给 所以当时大家也没什么意见 可是到了90年代呢 国企改制 不少工人下岗 社会上私企也越来越多了 这一下子出现私企区分了 一下子这差距就拉开了 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现在说的 养老金双骨针 退休年龄延至65岁 为了有人反对 有人立警 大势所需退休政策 还需那些前提条件 你我搅取的养老账单 到底该如何计算 本期老良官世界 帮你算算退休这笔账 这养老金呢 在世界范围呢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 叫先付先缴制 就说呢 我把现在工作的人钱收上来 付给退休的人 等到你们工作这些人退休了 那有后来工作的人再付上 再给你 这叫先付先缴制 第二种呢 叫基金积累制 就说呢 你个人工作的时候 就把这钱交上 这就你个人账户 你把这些就是你退休金 给你事前储蓄起来 保证你养老 这叫基金积累制 我们在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这两种机制都不错 那就各取一半 通用 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养老金 中国养老制度如何形成 小小的缴费账单 究竟有何规定 当您退休前后 按月领取的基本养老金 该如何计算 还有需要哪些必要条件 本期老良观世界 算算退休这笔账 正在播出 现在养老金呢 比方说 你工资是一千 一千的20%是多少呢 二百五千 企业在给你一千五千之外呢 他得拿出二百五千 给你交养老金 这部分就是我们说的 先扶先缴的 叫社会统筹 那还有个人交的 再把个人账户贴进来 你不挣一千块钱吗 交百分之八 八十块钱 然后把这八十块钱 交到你个人账户里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养老金里头呢 社会统筹账户里 有你二百块钱 这是企业给你交的 这边个人账户里 有你交的八十 二百八就是你退休金 那么至于这退休金 怎么发到你手里 经过哪些计算 我们还有一个复杂的计算公式 大家可以一起看看 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金 包括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社会统筹养老金 另一部分是个人账户养老金 每月领取的基本养老金 有一套较为复杂的计算方法 以某地男职工老王为例 2012年他六十岁退休 这个立区去年在港职工 约平均工资为四千元 而他的缴费年限为十五年 根据计算 老王的基础养老金 就是四百八十元 他的个人账户养老金是 三百五十九点七九元 那么上面两项相加 退休后 老王每个月可以领到 八百三十九点七九元退休金 当然 缴费的年限越长 养老金就会越高 如果老王的累计缴费年限 为四十年时 他的基础养老金 就上升到一千二百八十元 那么他退休时 就可以领到一千六百三十九点七九元 或许以上计算方法比较繁琐 您可以自行选择以下查询方式 一 社保中心查询 携带身份证到各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业务办理大厅查询 二 上网查询 登陆劳动保障网 点击个人社保信息查询 输入身份证号码和登陆密码 密码是社保证编号 三 电话咨询 拨打劳动保障综合服务电话 12333 进行政策咨询 那么一个普通工薪阶层的职工 应该从什么年龄阶段 开始考虑自己的养老规划呢 35岁以前 年轻人面临的是养孩子买房子 所以这时候你对他说养老 他确实没考虑 这是一个客观情况 所以应该是这样的 在这个孩子稍微大一点 负担不是很重了 房子的按捷还完50%以上了 这时候就应该呢 尤其过了35 40 不能晚于40 应该考虑买健康买养老 那么我们说 这两部分 社会统筹和这个个人账簿 这是我们养老金的两个基石 那么我们想97年98年 最开始执行养老保险的时候 他就有个问题 那时候一堆退休的呢 你得给钱吧 可是呢 当时还没有那么多新的账能收上来 你得从那时候开始收 你刚开始收 那头就要补 你说这能不出钱账吗 这肯定中间出钱账 他不是说你收了一些年之后 再补给退休的 他这边就退了那边补 那肯定有钱账 你想你这 你要交280的话 那一个人退休金不可能交280吗 这是 所以他有钱账 那么这个钱账呢 是历史遇留造成的 98年咱们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啊 下来几千万职工 那么他们的养老金谁来发放呢 那这些人的养老金是没有预算的 所以他们是在用的年轻人的个人账户的钱 假如延迟退休年龄 我多工作一年 全国工作的人多交40亿的养老金 我晚退休一年 这个养老金账户少支出160个亿 一进一出 等于延迟退休年龄一年